平壤宣布重启核设施 朝鲜半岛紧张再升级 香港码头工人要求加薪 发起大规模罢工 苹果公司向中国消费者发公开信 将调整维修政策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是4月2号星期二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第二小时的VOA卫视 我是郑宇文 中国的光伏业巨头无锡尚德的破产 这到底凸显了中国经济哪些深层的问题呢 今天VOA卫视我们将为您推出系列报道来深入的分析 另外中共中央到底是不是真的出台了新的宣传基调呢 那么这个新五点对于中国的新闻言论自由 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在今天时事大家谈 我们将为您进行探讨 不过首先我们要先请VOA卫视新闻主播李亦华 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亦华 好的 谢谢郁文 新闻一开始一起先来关心朝鲜半岛的最新消息 朝鲜说将全面重新启动一个关闭的核设施 这一举动使已经高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升级 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援引该机构官员的话说 平壤将重新调整并重新启动宁边核设施 以制造更多的核弹 同时解决朝鲜的电力短缺问题 朝中社说宁边核设施将包括一个 一座油浓缩工厂和一座五兆瓦反应堆 可以生产含有武器及布的罚燃料棒 宁边核设施在2007年关闭 以换取经济援助 几星期来平壤不断发出威胁 此前联合国针对其最近一次进行核试验 以及发射卫星而加强对朝鲜的制裁 平壤对此感到愤怒 就在朝鲜宣布重新启动关闭核设施后 中国和日本星期二对朝鲜的举动 表示了严重关切 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朝鲜的朝中社说 平壤将重启2007年以来 关闭的所有核设施 包括宁边核反应堆 朝鲜这样做是为了生产更多的 拥有核武器的金属布 同时也解决国内的电力供应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反对朝鲜重启核设施的决定 我们注意到了朝方的有关表态 对此表示遗憾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是中方的一贯主张 当前朝鲜半岛形势复杂敏感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冷静克制 尽快回到对话协商的回到 共同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中国专家说 中国对朝鲜的举动日益感到沮丧 中国作为平壤的传统盟友 支持联合国三月份通过的 对平壤的制裁 联合国的制裁对朝鲜实施金融限制 目的是迫使平壤 缩减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 日本东京电视援引内阁官房长官 菅义伟的话说 如果朝鲜采取这项举动 将是挑逊性的 如果朝鲜开始维护 或者重新启动 其核反应堆 它将破坏六方会谈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这将是挑衅行为 我们必须认真应对 他还表示 日本将与美国、韩国、俄罗斯和中国合作 通过国际合作 保证朝鲜信守承诺 除了最近的核试验 以及去年12月份的远程导弹试验以外 平壤还威胁对美国进行核打击 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进行导弹攻击 以及和韩国开战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另一方面 美国前总统卡特最近说 中国正在因藏人难民流亡尼泊尔的问题 向尼泊尔政府施压 他呼吁中国政府不要这样做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据估计 每年有数百名难民从中国西藏自治区穿越喜马拉雅山抵达尼泊尔 随着中国对尼泊尔的影响力增大 这些难民的流亡旅途也越来越艰难 过去 尼泊尔警方会把捕获的难民 移交给联合国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这些人之后会继续他们的旅途流亡到印度 那里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驻地 为推动尼泊尔的和平进程和全国大选 而在上星期抵达当地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说 流亡藏人现在在边境地区受到骚扰 他呼吁尼泊尔政府不要屈从中国的压力 而阻挡流亡藏人 我认为流亡藏人应该受到欢迎 过去一直都有这个默契 就是来自西藏的难民来到尼泊尔后 不会受到刁难 这里也有相当多的流亡藏人 最近我知道在边境地区出现骚扰中国流亡藏人的情况 中国政府正向尼泊尔施压 阻挡这些人进入尼泊尔 我认为这些藏人有权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加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尼泊尔 在经历了十年内战之后 一直在向两个成为亚洲新兴大国的邻居示好 中国是尼泊尔最大援助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 目前大约有两万名逃离中国的藏人住在尼泊尔 最近几年来 尼泊尔政府曾镇压藏人针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活动 以上是美国之音 立威卫视的报道 接下来香港数百名码头工人 因为不满港资公司没有回应加薪的要求 在香港国际户柜码头继续数天前发起的罢工潮 瘫痪码头的运作 到目前为止 劳资双方数百人仍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码头工人罢工潮进入第六天 依然未能平息 大批工人和学生通宵留守在香港信介 奎冲获具六号码头外 赌塞部分公路 要求香港首富李嘉诚拥有的和黄公司旗下的 香港国际获具码头有限公司HIT 为员工加薪 生年将会留守码头 直到HIT愿意跟他们谈判为止 香港国际获具码头公司4月1日傍晚 获得法院颁令临时禁制令 限制工人和抗议人士进入获具码头集结 工人深夜授食物品 把账目搬到码头外继续留守 警员为世卫人士封路并在场戒备 工人表示 他们十年来没有获得加薪 加上工时过长 无法维持生计 因此罢供抗争 这次罢供行动 估计让码头公司每天选择500万港元 码头业职工会星期二表示 他们认为目前的抗议一点理想 将会继续罢工 而他们的罢工也受到香港社会许多阶层的支持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新闻最后 在中国官方媒体连番批评美国苹果公司涉嫌歧视中国消费者之后 美国苹果公司总裁发表了一封道歉信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 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的报道 自从三月中开始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相继指责苹果公司 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客服标准对待中国用户 并且态度傲慢 中国媒体指出 苹果对中国消费者提供的保修期 中外有别 而且无法整机更换 上海的刘先生是苹果手机的粉丝 他说 其实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的话 就是说有些方面确实对中国消费者是不合理的 这位年轻学生也对苹果提供给中国消费者的售后服务 发出不平之名 我听的消息好像是对中国顾客 就是跟其他国家顾客也没有区别对待的那种 那我觉得这点方面 我觉得应该跟国外的顾客享受一样的售后服务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中国官方媒体连续两个多星期的强力抨击之后 苹果公司星期一 在苹果的中文网站上公布一封由总裁 库克署名的道歉信 承诺会改进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服务 库克在信中说 苹果检讨在中国对授权服务商的管理规范 发现沟通不足 导致外界认为苹果的态度傲慢 不重视消费者的反馈 对此引起消费者的疑虑或是误会 苹果表示诚挚的道歉 库克还指出 苹果始终对中国怀有无比的敬意 中国消费者在苹果心中始终是最重要的 针对库克致中国消费者的这封公开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上表示肯定 但作为一个中国的消费者 我想苹果公司切实地回应 中国消费者的合理诉求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们对苹果方面 目前所做的表态表示肯定 中国是苹果的第二大市场 201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销售达到68亿美元 成长40% 但苹果在中国不敌其他的竞争对手 市场占有率仅排名第六 而最近一些其他的外国品牌 像是跨国零售企业沃尔玛 快餐连锁店 肯德基的母公司Young 以及时尚品牌股持 都因为传出产品问题 或是劳资纠纷 而在中国饱受批评 美国之音VOA维时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还给主持人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一华 那么这个星期对于缅甸的民众来说 可以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缅甸政府解除了长达50年的报警之后 民众是争相要来阅读民营报纸的内容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反过来看看中国 到底中国何时才能迎来言论自由 还有新闻自由的春天呢 稍后我们的时事大家谈 将为您做详尽的介绍和讨论 也欢迎您加入我们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在今天我们美中关系的栏目里呢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中国的光伏企业 中国光伏业的巨头无锡上得的破产呢 可以说打破了龙头企业大而不倒的神话 这也凸显了中国光伏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 那么今天VOA卫视就要为您播出有关中国光伏产业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 中国光伏业进入寒冬 2013年3月 中国光伏产业的龙头老大 无锡上得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在9家中国银行的压力下 被法院勒令破产重组 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太阳能企业宣告破产 也是迄今为止 世界太阳能业界中规模最大的一桩破产案 曾经宏极一时的无锡上得2001年创建 仅用10年时间便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厂商 2011年的装机容量达到210万千瓦 公司200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市值最高曾经达到160亿美元 创办人施政荣也在当年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上得迅速取得的巨大成功 让中国各地政府、大小企业和投资者对光伏产业趋之若鹜 一时间大大小小的太阳能组建生产厂商 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涌现 仅浙江一省从事光伏产品制造的厂家就多达200多家 很多企业把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看作是绝好的商机 因此在需求还很高的时候 形形色色的企业都大举进军太阳能市场 我听说到的是甚至由酒厂、皮革企业和发电机制造企业 都把太阳能看作是捞一笔的良机 这些企业就开始办厂、生产太阳能板然后出口 然而中国企业一窝蜂式地涌入太阳能组建制造领域 给全球光伏产业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 中国光伏产业从2002年几乎毫不知名到几年时间就做到世界最大 发展非常的迅速 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光伏业发展太快 致使太阳能电池板在世界范围内供大于求 使得太阳能板的价格暴跌 并使全球光伏企业遭遇异常危机 自2005年以来 中国光伏产品制造呈爆炸式增长 从2008到2012年的短短5年里 中国光伏产品制造能力提升了10倍 其后果却是产能严重过剩 2011年中国光伏产品组建的总产能达到30几瓦 而全球总需求为20几瓦 预计2013年全球光伏需求为30到35几瓦 中国在2012年的产能就已经达到40几瓦 全球太阳能产业失衡是毫无疑问的 产能过剩导致太阳能组建的价格暴跌 仅在过去两年国际市场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价格就下跌了66% 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自身和整个国际光伏产业的效益 所有的厂商都在以极低的价格销售产品 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 卖出的每一套太阳能电池板都在赔钱 据统计2012年上半年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的毛利率均不到1% 有的甚至为负 在光伏行业中毛利率低于10%就难以盈利 包括无锡上德江西塞维和英利在内的中国十大光伏企业 累计负债高达1100亿人民币 以上德为例公司在破产时净亏损16亿美元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光伏产业遭遇如此重挫 我们将在下一集里为您做出解答 VOA卫视林峰 华盛顿报道 同样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中国光伏业的信息 也欢迎您登入美国精英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我们知道天主教教宗方济他的继位 可以说让全球的天主教徒振奋不已 那么教宗方济他到底能不能改善天主教 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呢 稍后看天下单元 我们将有详细的介绍 也请您持续锁定VOA卫视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继续收看VOA卫视 现在又到了我们时事大家谈的栏目时间了 缅甸从这个星期开始呢 允许民营的报纸发行上市 那么就在缅甸民众可以说迎接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呢 从中国却有消息传出了 中共中央宣传会议呢 定出了五项的宣传基调 特别要求媒体要做党 做人民的喉舌 否则呢将会收回经营权 另外不得出现反马列毛言论 以及不得让新三反人士来从事新闻的培育工作 许多的中国网民和专家就不免要问 中国到底何时才能迎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春天呢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要为您进行探讨 同样的也欢迎观众朋友 拨打我们的国际热线电话 400-120-0551 来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 不过首先我们要先为您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嘉宾 第一位呢是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是在我们美国之音纽约的演播室来参与节目的 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 我们欢迎两位 谢谢 好的那么首先节目一开始 我要先请问我们在现场的海涛 我们要先说明的就是说 有关这个中共中央新公布的这个宣传基调 这五个要点呢 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加以证实 不过我知道这个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 也曾经希望通过各个管道来证实这个消息 最新的状况是什么呢 其实像这种属于中宣部发出的东西呢 它一般是通过内部的传达 比方这是一个中宣部的一个全国的性的一个部长会议 那么它通过内部传达传达给各省自治区 它一般的话这种是它不通过公开的渠道 不通过新华社 不通过人民日报来对外发表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那大家怎么样能知道呢 一般的话有人比方说参加了这样的会议 听到了这些会议传达的精神 它会通过其他的渠道 比方说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微博 通过其他的这个非正式的官方 民间渠道反映出来 那这时候呢 有人通过记忆就把这些主要的会议的精神要点 来把它发布在网上 来大家所以知道这回中宣部有什么样的新的精神了 大概的渠道都是通过这样来 来网民知道的 是 我知道实际上在这个消息见报以后 我们也曾经通过各个渠道想要来证实它 那么甚至还有人怀疑说 这是不是4月1号愚人节闹出的一个玩笑话 实际上不是 它前几天就有了 对 确实 那么我想再请教我们在纽约现场的这个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新的五点宣传基调 很多人提到它呢是在习近平出访的时候 是由各级的党宣传部门开会所制定的 很多人就质疑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 那么另外您认为这个新的宣传基调 它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 现在中宣部做事就常常跟个地下党似的 原来张一和也讲过嘛 对他的书的那个下的禁令就是开会 那个口头传达的 那么所以这个所谓新五点呢 确实有可能是真的 那么为什么要选在这个习近平 这个出国访问的这个时候发布 也可能是个巧合 也可能是蓄意 因为你趁着你现在习近平在外的访问 无暇顾及 这边就先把生意煮成熟饭 你后来看着你即便不高兴 要纠正也比较困难 因为现在当局的这个结构 是一种很奇怪的结构 这个习近平虽然是总书记 但是各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并不是他自己挑选的 以此他们政治理念呢不一定完全一致 尽管下面的人做什么事情都要他同意 他如果不同意呢你就做不成 但是呢如果像趁你不在的时候 别人做了一件事情 那身为已经组成熟饭 你要再制止就比较困难 所以在我们知道在胡温的时代 我们就看到这个周永康为首的政法委 权力就有很大的扩张 而这种扩张呢未必都是胡锦涛本人 所希望见到的 但是他很难去制止 那么所以基于这种考虑的 那个刘云山在你习近平出国的时候 采取这么种举动呢 也是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当然你说从中共这个长期以来 他一直非常重视对这个媒体 对这个言论的这个管制 总是隔三差五的就要搞个什么整顿 那么就这点而言呢 那么这件事情的出现的 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是 胡平先生我想继续 我们可能要来做个对比 我们刚刚在新闻的时候也介绍了 就是在缅甸这个星期呢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那就是缅甸呢 当局特别允许民营日报 在这个星期一 可以正式的上市来发行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缅甸总统吴登胜 他是两年前上任的 他在上任之后呢 采取了一连串的一些改革措施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在2011年的10月份呢 他是首先解除了对脸书 对于推特 对于这个YouTube这些网站的封锁 那么紧接着在2012年8月份 他又废除了对缅甸出版部门的审查制度 紧接着在9月份又释放了500名的囚犯 这其中呢 也包括了外籍囚犯 还有政治犯 最后呢也就是最新的 我们关注到的是在去年的年底 他特别宣布要放松报警 那么终于在4月1号 这个星期一呢 缅甸的民营报纸上市了 那么就有很多人质疑说 缅甸的民主化进程 看来是不断地在推进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缅甸能够有这样一个 不断往民主化的进程来前进的一个动力呢 胡斌先生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他这次这个解除报警 应该说是跨向民主 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像那个美国这个 开国元勋杰弗逊所讲的 他说如果在有政府无报纸 和有报纸无政府 两者之间选择 我宁肯要这个有报纸而无政府 那么这就不必强调 就是媒体在这个民主化公共 所起的那种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作为缅甸的这些年的民主化的进程 当然是非常让人高兴 那整个总的来说 自从二战之后 除了共产党政权之外 其他形式的专制政权 都面临着一个合法性危机 也就是说 他们一方面的口头上 至少他不得不承认自由民主理念 所以呢他一方面搞着专制 但是他必须得说 他的专制是一种过渡 是一种权宜之计 所以一方面在压迫 一方面又在许诺 将来要兑现自由民主 所以这么一来呢 他自己内部始终面临着 这个各种各样的压力 你就拿缅甸来说 过去这二十多年 我们就已经见过好几次反复 比如说在90年 他就已经举行为一次大选 杨山素纪为代表的 这个全国民主联盟就大获全胜 结果呢军政府又宣布 这次选举非法 继续而且这个逮捕民运人士 这个软禁 杨山素纪 到了2002年呢 那军政府又一次表示 这个解除了对杨山素纪的软禁 而且表示呢 要和他们全国民主联盟的 共同组织联合政府 可是这件事呢最后也泡了 那么到这次呢 我想看见这个吴登胜就任以来呢 这次的民主化的步伐呢 迈得这个比较坚定 而且已经持续了这么长 正像他说的 现在要走回头路 他并不愿意走回头路 而且现在你要走回头路 恐怕也已经相当困难 所以我们这个很有理由 对这个缅甸的民主化竞争 抱个很比较乐观的态度 这里就刚才我谈到一条很重要 就这种形式的专制 因为他自己都知道 名不正言不顺 他很难阻挡来自内部的 这种对民主化的这种要求 这就不像共产党国家 你像现在这个中国领导人 还动不动 干脆就说几个不搞 从理论上就拒绝这个民主 所以这些其他形式的专制国家呢 在跨向民主方面呢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一面 是好的我们谢谢胡平先生 我们紧接着我们先来 接听几通电话 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讨论 第一位我们来接通的是 来自云南这位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的答复 欢迎您 您好 您好请说 美国之旅 我想就是说这个 在共产党抓制统治之下 是没有民主 没有这个言论 没有这个新闻民主主要 最近这个政府 华文就是不允许 二转这个卫星电视 接收设备了嘛 就是老百姓 看电视 听广东 都要 听这个共产党 播的了嘛 好的我们谢谢您 云南李先生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接听 这位同样也是来自云南的 这位是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你好你好 这个共产党 其实就是凌驾于国家 凌驾于人民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一个政党 说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喉舌 其实是一种悖论 它是代表那个 这个权贵利益集团 根本不能代表人民 人民 它算在人民的对立面上 所以它这个悖论 说出来也真是 挺害羞的这个事 所以它不敢 在大报纸上 在这个媒体上 公开发表 只能在内部传达 我就说这一点 谢谢 好的谢谢您 云南的周先生 那胡平先生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几位观众朋友 他们的发言 那么很多人也都质疑 我们特别先来谈一下 就是说 在中国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韩志国 他曾经这样来评论 这个缅甸的吴登胜总统 他说吴登胜 是继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之后 又一个是以独裁方式 结束独裁统治 但是会将涌在史册的 一位领导者 那么很多人也都问起 缅甸有吴登胜 那么在中国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领军人物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中国这个高层 要出现这样的人物 相比较困难 这不单单是 中国目前的那种体制 是一种所谓 这个复淘汰体制 使得那些 具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 很难掌握大权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 在六四之后 这二十多年 这个权贵的私有化 使得整个官僚集团 不管是在政治上 是在经济上 欠下了巨大的债务 因此呢 他们对这个民主化呢 就比以前还更恐惧 更敌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即便 中国出了一个 戈尔巴乔夫 出了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 由于在目前体制下 他也不可能具有 像过去那种铁腕人物 或者那种 具有个人魅力型的领袖 所谓 具有那种超级的权力 那么很 所以他如果要进行 这个方面的改革的话 很可能在官僚统治集团内部 就是遭到抵制 所以我想中国要 进行这种改革呢 恐怕更大的希望 应该寄投于民间 寄投于这个社会力量的增长 是 胡平先生 还有海涛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谈到的这个新宣传基调 这里面有五点 我们也特别整理一下 这个一面 有一些观众朋友 可能还没有看到 或不太了解 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这五点呢 在网络上的这些传言 或者是报导 他们是说 第一点是说 媒体要做党和人民的喉舌 否则呢 将被收回经营权 另外呢 就是不得出现 反马列毛的言论 第三点是 不得让新三反人士 这个新三反呢 就是反党 反国家 反民族 这三类的新三反人士呢 来从事新闻舆论工作 第四点呢 是要加强对媒体的管理 和引导 不能够总报导 负面的东西 最后一点 我们看到的呢 它是说 不可以让这新三反的人士 来参与 新闻人才的培养工作 那么我就想先请教 我们的海涛 在这五点来说 哪些是比较 新鲜的一些 这个说法 那么哪些 我们知道 像收回经营权 做党和人民的喉舌 这既定的一个原则了 那么有哪些 是一些比较新的 增加的一些 讲这五点 没有一条是新的 没有一条新的 全部是以前 不断地重复的 那么所谓这个 第一条就是说 党 这个报刊的媒体 报刊和媒体 都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 这是毛泽东 一直在强调的 所以中国的 所有了什么 新闻学的理论以来 大家一直在强调 所有的媒体 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它实际上 所以在这个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 一开始呢 就出在新闻界 中国的新闻界 出现了一条 很大的一个争论 这个原来 人民日报 那个老总 胡吉伟 他就发起了一个 就是说 这个党和报纸 报纸到底是党的喉舌 还是人民的喉舌 他就发起了一个 报纸的人民性的宣传 实际上就造成 这个报纸和媒体呢 出现了一个 你到底是向党负责 还是向人民负责 他就提出 这么一个疑问 后来胡吉伟 遭到批判 党中央批判 他就说 党和人民是一体的 所以要对党负责 报纸要对党负责 就是对人民负责 但是胡吉伟呢 把这个分开 就是在很多种情况下 党和人民不是一体的 他特别拿出文革中的例子 大摇金的例子 来说明这点 那么第二点 他谈到以后 不许反马列毛的观点 在媒体上出现 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 最近的 特别是最近这一二十年来 所谓的反马列毛是 在共产党 他自己党章里规定的 他首先允许 这个资本家入党 他等于是反对了 马列和毛的 他基本思想 马列毛认为 这个共产党本来就是 无产阶级先锋队 不可能是资本家入党 这后面有两条 后面的三条当中 有两条就是说到的 新三反人员 比方说反党 反国家 反民族 这些都是这个 所谓宣传部门 给一些 经常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 定出来的 这都是没有什么新的了 还有就是 加强党的领导 不能报道负面的 负面东西 这都是中国的 比方说大的 所有的通讯社 媒体 到这有党的领导 向来都是 只发表这个主旋律 不能发表负面的 发表负面的 就等于给党和国家抹黑 那胡平先生呢 您对于这五点里面 您觉得有哪几点 是我们特别值得 要关注的吗 从这五点来看 第一所谓 不要这个 不准这个 反对马列毛 就像刚才海涛 所谈到的 那这句话 因为实际上 现在中共当局 自己的所作所为 已经和经典的马列毛 有很大的距离 另外所谓这个 不准反党 反国家 反民族 这个过去我们知道 文革中间 也有所谓三反 三反分子 那就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 他现在把它改成了 反党 反国家 反民族 那么后面 后面两头就显得 就是更抽象 更含混 那么实际上 我们可以知道的 就是呢 他这几种 提法的目的 无非就是给当局 以言论治罪 控制言论 提供一些口实而已 因为这些标准本身 是见仁见智 根本没有实际的 如果要认真实行起来 没有可操作性 所以他 势必呢 最后到的实际结果呢 那无非就是为当局 他任意的 把他不喜欢的东西 加以封杀的 这么一个借口而已 好的 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 我们的观众朋友 对于这五点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来听听 上海的熊先生 您好 请您简短发言 上海熊先生 您在线上 习近平 习近平这一次 到俄罗斯和非洲国家 走了一圈 并且带来他的第一夫人 彭令元 这形象也比较清新 端章 这是目的是增加卵实力 可是中宣部 作为中国共产党 最高宣传部门 却在国内 搞了一套扯留的东西 什么三反 三反 什么马列 毛泽东思想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扯陋的 被各国人们说抛弃的 所以这一次 彭令元的这些卵实力 所有的也 我认为也都破产的 我想来 就简短一下一点 谢谢您 上海熊先生 您的意见 那么继续 我想要再请调 我们在这个现场的海涛 还有我们胡平先生 是最近在新闻当中 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也是同样是对比 我们今天把缅甸 跟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做对比 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在中国的 环球时报网站上 他最近在网站上 有这样的一篇文章 他特别针对 美国的教育部 最近在他们的一个 下属单位的一个网站上 引用了毛泽东语录之后 那么引起了一些争议 那么之后 又把这个语录给删除了 那么环球报就说 这个社论就说 这显示了 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 根本就是冒牌货 胡平先生 您对于环球网 做出这样的一个对比 您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当然环球时报 这种对比 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 因为有言论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不在于政府 在他主管的媒体上 登什么不登什么 而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 这个国家的民众 有没有权利 办自己的媒体 你像你环球时报 你不登我胡平的文章 那我根本不在乎 我也不稀罕你登 那我现在要求的是 我们能够在中国 办自己的媒体 每一个中国人 都可以在中国 办自己的媒体 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这才是 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海涛呢 我知道我们美国之音 也针对这个消息 做了一些采访 那么各界的反应 又是怎么样 就是比方说 我们采访的 北京的陈子民也好 扎建国也好 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们两个是属于这个 是不同政见的 这个自由的思想家 他们可能提出的 这个辩护的 或者提出的 反驳的论点 就和胡平先生 都差不多了 我觉得胡平先生 对这个新闻自由 他有长期的研究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或者很后一本 叫论言论自由 那么 他提的这点 我觉得是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 言论自由 不在乎你 你一个媒体 说什么不说什么 而在乎就是 让老百姓 或是民间 有没有权利 也参与这个媒体 我们从台湾 就可以看出来 从任何这个 从独裁走向 民主国家 都可以看出来 首先你要解除 党经报警 给人民发言的自由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 那胡平先生 最后我还想请教您 就是像刚刚海涛也说的 您对于在中国 有关言论 还有新闻自由 也有很深的观察 那我们也看到 1988年的时候 台湾解除了报警 我们也看到之后 它的一些发展 它的民主化的进程 那么在台湾 也有很多政论人士说 实际上在台湾戒严时期 当时的台湾媒体 在推动台湾 走向民主的进程上 有绝大的贡献 那么您认为 在现在这个时期 当然中国官方 一直否认 中国有所谓的报警 那么实际上 大家也都明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您认为在这段时期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媒体 它做出了哪些贡献吗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这个 传统的媒体 在这方面做出的 这个贡献 就比较少 倒是一些 这个新型的媒体 这个互联网 在这中间 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因为整体来说 你知识分子也好 媒体人也好 那你这个 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 就没够于 这个巨大的历史变化 这个制度转型的时候 所以应该说呢 对中国来说 不管是媒体人 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 应该说 今后还有更大的舞台 让我们去表演 让我们去这个 发挥我们的作用 是 最后我们大概 还剩下不到一分钟时间 胡平先生 我们还想回来看看 在今年一月份 我们看到 南方周末事件呢 那么这起事件 是不是也凸显了 这个中国的一些媒体 开始也有所觉醒 或者有一些新的作为 那您觉得 南方周末事件 到底对整个中国的 新闻自由 带来了哪些影响吗 南方周末事件 本身它原来只是 起因一个 看上了不太大的 就是上级部门 就是违反 那个正常的工作流程 对所谓新年限制 要修改的问题 但是呢 由此引起了 他们首先是 媒体内部人的 这种公开的抵制 并且呢 获得了外部 民间社会 以及海外 各方面的呼应 把它上升到一个 争取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这个高度 这也迫使得 当局做出了 某种让步 当然到目前为止 那么在这个南州事件 所引起的这个 这个变化 还是相当有限的 不过它到底是 告诉了这个世界 那在中国的媒体人 公共知识分子 和世界各地的 这个媒体人 知识分子一样 他们对言论自由 对新闻自由 也有强烈的这个追求 所以我们对这点呢 应该是给予 足够的肯定 好的 非常感谢您 今天呢 我们时时大家谈 因为时间关系 为大家进行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特别感谢 北京支持人主编 胡平先生 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海涛 来到节目当中 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讨论 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您 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我们的网上留言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我们稍后的VOA卫视 《网址的迫害》 其实是对它长期迫害的延续 在这一路上呢 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行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 这个八年冰封 现在融解是很小的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都不到法力 这种能量是香港这样的地方 欢迎回到VOA卫视 我们说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又到了看天下栏目时间了 今天我们要来跟您谈谈宗教 天主教的新教宗方济他的继位呢 可以说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而全球的伊斯兰 犹太教 还有其他的宗教领袖 对于新教宗也表示了欢迎 他们也期待着新教宗可以改善 在不同宗教间的关系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克洛夫斯基 在华盛顿的报道 梵蒂冈与其他宗教信仰间的关系 不总是那么融洽 而在教宗本土十六世期间 这种关系中的不协调声音更加突出了 本土十六世曾经引用 十四世纪拜占庭一位皇帝的话说 先知穆罕默德给世界带来了邪恶和残忍的东西 北美伊玛姆联合会的总干事沙辛指出 这激怒了穆斯林世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这是个非常恶劣的开端 就因为那次讲话人们停止了所有的宗教间对话 沙辛认为 教宗方济应当首先对开罗的一个伊斯兰研习中心有所表示 那个中心2011年与梵蒂冈断绝了关系 现在是跟他们恢复沟通的时候了 这样才能重新开始对话 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建立更多相互了解的桥梁 本独十六市撤销开除一名否认大屠杀的主教教集的决定 也激怒了犹太人 美国一位犹太教拉比萨帕斯坦说 教宗方济在担任书籍主教期间 与阿根廷的犹太教拉比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他是少数几个仗义直言的著名宗教领袖之一 他强烈谴责那次袭击 坚决与犹太社区站在一起 对我们来说那非常重要 本独十六市曾经暗示 其他基督教教派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这也得罪了许多人 在教宗方济接任之际 梵蒂冈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似乎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 教宗方济希望人们乐观 对未来抱有希望 不要屈从魔鬼每天带给我们的悲观和愤恨 不要放弃 那么在过去一百年来呢 罗马天主教在非洲的发展 可以说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快 而这也是为什么 有人在教宗本独十六市退位以后 就曾经提出应该是由一位非洲人来担任新教宗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跟随着美国之音的记者 到罗马的一个神学院来认识在那里的非洲学生 罗马圣十字大学的学生正在学习教会法 和罗马许多大学一样 圣十字大学的学生中也有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来自非洲的教室和神学院学生 肯尼亚的奥尼扬哥说 随着学习的深入 他们越来越多地思考生命的意义 每个人都开始对一些末世论的问题更感兴趣了 会问自己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来自尼日利亚的奥孔·库沃说 是爱尔兰传教士把天主教带到了他的祖国尼日利亚的 一个世纪前 非洲大陆信仰天主教的人不到总人口的1% 欧洲则有65%的人是天主教徒 现在16%的非洲人信仰天主教 这个比例在欧洲却下降到24% 耶稣会神父托马斯认为 今天的非洲很像当年的欧洲 非洲现在的情况很好 但一旦现代化了 会是什么样呢 一旦有了大购物中心 有了有线电视 有了所有那些新鲜东西 那时会是什么样呢 托马斯神父担心 到那时信仰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最好在这种情况出现在非洲之前 现在欧洲和美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奥孔·库沃相信 非洲会有所不同 因为宗教是侵入非洲男人血液中的东西 虽然非洲的敬拜形式富有色彩 但仍然坚守梵蒂冈的正统做法 很多天主教徒希望 这种形式能够为教会注入活力 新教宗到底要如何的来推动改善不同宗教间的关系 可以说还有待观察 不过呢 要增进彼此的了解 和睦的相处 这可以说是许多人都可以努力去做到的 在美国洛杉矶呢 就有一个叫做新天地这样的组织 就在帮助年轻的穆斯林 还有犹太人来进行相互的了解 下面继续 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 从洛杉矶为您发回来的报道 这位穆斯林神经外科医生说 她是孤儿 是一个犹太家庭把她抚养大的 而且养父母坚持让她信仰伊斯兰教 这位犹太妇女回忆当年 她的祖父母是如何逃脱纳粹大屠杀的 来自孟加拉国的阿迈德说 新天地组织的这个故事会 让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了解 还凸显了洛杉矶的多元文化 这就像一个万花筒 里面有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角度 你能够了解不同人群的故事 这样就把整个社区凝聚在一起了 莱科维奇为一个穆斯林权益组织工作 是新天地的联合创始人 他说 以巴冲突的影响波及到洛杉矶 会在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形成一道番离 而新天地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他们知道如何相处 他们的关系很正常 他们没有因为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 而受到负面的影响 他们更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 犹太教拉比 巴新说 在美国 很多组织把犹太人和基督徒聚合在一起 但在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 搭建沟通桥梁的组织却很少 这类交流基本上还没有开始 过去五六十年 特别是在后大屠杀时代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 建立了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模式 但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 还没有形成这类交流形式 穆斯林和犹太人 不会在所有问题上都一见一致 大部分穆斯林自己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情 至少我们能够相互了解 这确实非常重要 参加新天地活动的人都希望 其他地方的不同人群 也能展开这种对话 那么看天下的最后 我们要带您到俄罗斯去看看 就在一个世纪前 俄罗斯大约有五百万的犹太人 可以说是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 不过经历了纳粹的大屠杀 还有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 现在俄罗斯的犹太人口 已经减少到了十五万 下面继续是美国经营的报道 在莫斯科一桥安静的街道上 人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去处 这就是欧洲最新的 也是最大的犹太文化博物馆 里面的互动展品 吸引着人们去了解犹太文化 这个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不一样 很有意思 因为你不仅能够读到一些东西 理解它 而且还可以去感觉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会引导你去感觉 犹太人参与共产主义革命 纳粹德国的反游主义和大屠杀 以及犹太人在苏联战争中的贡献 白俄罗斯学生尤里琴卡 觉得这个展览会让人思考 在这里你看到历史 看到人们的苦难 但同时你也看到人们勇敢地参加二战 看到他们对未来的期望 看到他们怎样努力维持家庭 让一家人在一起 博物馆馆长格林说 新博物馆是架设在俄罗斯和以色列 一百万将俄语的犹太人之间的桥梁 以色列人和俄罗斯人互访 已经不需要签证了 生活在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 甚至是第二代俄罗斯犹太人 似乎都觉得自己与俄罗斯文化 文学有更紧密的联系 格林还希望这个博物院能够推动俄罗斯国内对少数族裔的接纳和宽容 最好的事情就是讲述 讲述你自己 讲述你的故事 你的历史 而且自己要对国家的历史和国家的问题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 这也是这个博物馆的建管初衷 俄罗斯的穆斯林领袖们也参观了犹太文化博物馆 他们希望建立类似的博物馆 让俄罗斯人了解俄罗斯穆斯林的历史 以及他们对现代俄罗斯所做的贡献 欢迎您节目最后呢 我们又到了梅雨怎么说单元了 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主持人杨玲 是怎么帮助麦克来克服他对手机的迷惑 Open Sesame? Oh that's going on Facebook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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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dude Is that a new Star Wars game? Uh Star Wars Angry Birds Oh good choice He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o are you? Ten seconds Standby Mike Put down that phone Just a second Let me finish texting my bro Put it down We're going to be on air Okay what were you saying? Mike is seriously addicted to his cell phone He needs help Check my Twitter I've already responded to you He needs an intervention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coming I'm seriously at the end of my rope You know this right Jan? You're his roommate Lynn tell me about it This intervention is long overdue I know But you're such a good coworker But he won't listen to me Kevin if there is one person in the whole world that he will listen to It is you His boss That's why I'm here Drastic times call for drastic measures Exactly Here he comes ladies Let's get ready He's coming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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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I thought we were having a brainstorm session Mike...this is an intervention What? It's about...your cell phone My...cell phone? Oh no guys I totally have this under control I can give up my cell phone whenever I want Mike...Mike come here Dear Mike When I first met you You seemed normal We had parties You cooked for us You talked to people But your cell phone turned you into a homebody You hide yourself in your room the whole day You talk to us through Facebook Once you go into the bathroom with your phone I know it's gonna be two hours before I see you again Mike...I need to pee You could've knocked on the door Mike...when I decided to hire you You seemed like a normal, well-adjusted kid You were eager to learn Motivated...on top of things But now...it's just sad You're practically a hermit in your own cubicle You even got two weeks advance pay to buy that phone Son...you got a problem It was on sale Dear Mike When you first came into the office You seemed...normal We embraced you and welcomed you with open arms Your sunny personality rubbed off on all of us We loved working with you And now you're just glued to your smartphone Walking around texting like a zombie We want the old Mike back The employee who buys me coffee And takes my shirts to the cleaners The teammate who cares about the show And tells us off-color jokes The roommate that shares late-night conversations And eats cereal in the early mornings with me Mr.Bone Put down That phone Oh my gosh! You guys are right! I'm a total smartphone addict This phone has ruined my life! I'm gonna get rid of it right now Woohoo! We did it! We did it! We're all here for you! You can do it! Welcome back roommate! Remember,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 going Thank you guys I think I can do this Come to Pa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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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missed you so much Drastic times call for drastic measures 非常时期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My little brother is addicted to video games So I'm taking them away from him Drastic times call for drastic measures 我弟弟打电子游戏特别上瘾 我决定把这些游戏都没收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I seriously can't find it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 going 困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The going 意思是行事 第一个tough是形容词 意思是困难的 第二个 the tough 是名词 意思是坚强的人 直译的意思就是行事严峻的时候 坚强的人挺身而出 也就是困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Homebody 身体都长在家里了 也就是宅男宅女的意思 Go get some fresh air Don't be such a homebody 出去透透气 别长天宅在家里 除了 homebody Shut-in 也是宅男宅女的意思 He's a typical shut-in All he does is play video games all day long 他是个典型宅男 整天就是在家里打电动 That's awesome Oh my gosh On top of things 控制全局 Don't worry Our supervisor is on top of things 别慌 老板掌握着大局呢 Rub off on I hope your good luck will rub off on me 希望能沾点你的好运气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BOA卫视两小时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最后 我们要带您到美国白宫 去看看一年一度的复活节 剪彩蛋的活动 奥巴马总统看来也是玩得非常开心 我是郑宇文 请代表BOA卫视所有工作同仁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会 给 你看看 早就排 vital 你是可以 Jorge robić 可以 是 开心 好 开心 太精彩了 educación 你是这样编精 蛮 ok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